我们都去谈谈就是苹果 第一个春季发布会 有起码5个产品 有些新的iPhone出来 你知道我怎样看今次 虽然我知道大家的焦点都会比较好 有些广迷会留意一下 昨晚苹果股价也跌下来 1%左右 为什么今次发布会的新品 有没有惊奇或惊客呢? 我认为大家都没有新的产品 刚才Mike也读了Irene King 你会换机 其实那些机油不是市场最焦点的 都是SD有些新的 所以我认为今次 你见到和街上 当然俄乌是一个焦点 而且就算新机 大家都不是很聚焦的一件事 所以你见到股价 即是香港美国美国的股价 其实股价也不是太大变化 所以我觉得 你说要借今次新的产品发布去炒 似乎我们看似乎就不在乘气口 是 那股价是不是都是跟着市落的 你暂时看苹果 暂时苹果相对来说是硬正的 但反而是有点害怕的 因为始终是害怕的 对啊 其实之前的股价还没有穿 你看到股价 最害怕的就是它最强的 或者最后才抖 在这一刻会害怕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有货 我觉得等一等都没办法 就算我真的不抖穿 抽回上来的时候 最多便买贵一点 但如果你说现在来买 怎样真的抖穿 如果它抖穿 它可以抖得很急的 我觉得既然是这样 那就一同一样等下来 也是 现在最重要是这些强股追跌 是的